大家好,我是一修哥 欢迎来到每日一修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维修培修二第九章 端口与外设故障 这类故障主要是涉及窜并连口 窜口和并口 这是以前一些外设 比如说这个窜口上 当时就有接一些刷卡器 然后并口上就有些打印机 还有USB也是可以接打印机 等等 键盘鼠标这也是接USB上的 或者是那种PC 就是叫做PS端口 原口的那种叫PS端口 可能的故障 键盘工作不正常 功能键不起作用 这功能键呢 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 它以前也叫媒体键 像有些品牌机上面 它上面有那个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 如果是你品牌机的系统上面 可能就有这个功能 如果说是普通的键盘 它有可能没有这个功能键 或者说它这个功能键 在上面F1到F12 那个可能要到主板里面去进行一些设置 把它开起来 Bus里面 2 鼠标工作不正常 鼠标比如说识别不到 等等 3 包括你这个Win7 现在我们有一些主板 有些客户它是享用以前Win7系统 但是现在的主板的话 不支持 从I7 7700K 好像是7700K 还是什么 7打头的一个系列之后 所对应的主板基本上都不支持 你装完Win7的话 可能识别不到鼠标和键盘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我所知道的 有B360 还有E170 还是什么 类似于 还有B460 等等 有些主板 它有一些专门别人制作的 专门的那种系统 把这些驱动级别的 驱动呢 给它并到了系统里面 所以说用它那种构式 可能也能实现 但是我发觉有个问题 就是用那种高级别的电脑 或者是比较新的 装出来之后 感觉明显没有Win10那么流畅 有那么点制色的感觉 装Win7 3 不能打印 或者是某种操作系统下 不能打印 这比如说它端口 包括我以前的 有一个叫并口的比较特殊 它上面有两种 在Bus里面 它有两种功能 比如说有两种模式 有这个E EPP还是什么SP等等 有两个模式 你要到那底下看一下 把它不能打印的话 把它模式一改 有可能就可以了 是外部设备工作不正常 外部的设备工作不常 这就一个跟接口有没有关系 跟设备是不是有关系 我窜口通信错误 传输报错 还有丢数据 窜口设备识别不到等等 像窜口了 我们以前有一个考勤机 它就接着上面的 它那个考勤机的话 它那个叫就是那种窜口 然后它一头是窜口 还有另外一头 也可能变成 它也可以把它通过什么定义 那个针脚的定义 给它接一个网线的口出来 就是窜口的 所知道的 还有窜口上面也有看到过 它上面有接一些 比如银行里面有些设备 这个密码密码器等等 除了密码器还有刷卡机 它接窜口上面也能实现 而且这个窜口有的时候 主板上它有些默认出产的 它有些是没有供电的 你可能要让里面有些跳线 按照这个主板的定义 去把个跳线怎么跳下 它默认比如说有一个窜口1的口 它没电的话 你把那个把这个跳线给它 改跳完之后 它窜口1才能够给你供电 或者说它有个叫电瓶的概念 R232的电瓶 或者是TTL什么之类的电瓶 它这个电瓶你也通过这边更改 更改完这个跳线 它这个变化完之后 也才能够供电 或者是满足它的工作模式 6 使用USB设备 不正常 USB硬盘带不动 它这个供电不足 不能接多个USB 有碰到这样的 它这个接多了之后 工作不了 这有没有 工作供电不足 有的时候就是 蓝桥那边还是怎么 它是芯片问题还干嘛 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它鼠标键盘就掉掉 那很大基础上是主板有问题 基本上不太好修了 今天就讲到这边 我是一修哥 拜拜 电脑外设网络 维修小技巧 Win10 Win11自带的 UWP应用 如何重置 修复 卸载 重装 Win10和Win11 本身系统都会带 一些应用 比如说相机 录音机 画图3D 照片等一系列应用 这些系统的 都是在应用商店里 可以 应该是可以下载了 即UWP应用 这些应用遇到问题 可以进行修复 重置 卸载 重装 修复的步骤 也就是点 首先 点电脑开始 然后里面齿轮 也就是设置 应用 应用程序 然后找到这底下 有一个 高级选项 点进去 在高级选项里面 有修复功能 还有重置功能 当然也有个 卸载功能 卸载预装的 默认的控制面板里面 是没法 卸载的 要使用第三方 进行卸载 用这边 它这里有个工具 可以点个 卸载 如果要重新安装的话 就只能去应用商店里面去搜索了 比如说 获取这个Windows相机 点击安装 它这边 Win10 绿装 安装软件 这个卸载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 后面有费用 这个不太懂 感兴趣的 可以把它网址寄下 然后重新 去下载一下 网络上应该也还有其他第三方的 也是这种 专门卸载 这个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上面这里 好像有个卸载 它这边可能是灰色的 有可能点不动的意思 我们看到Win11 Win11打开IE模式提示 找不到IE 因为到Win11的话 基本上都用EDG了 请先安装 原因 是为可选项 它说 未安装 可选 导致无法使用 这个 它是可选项 我们看看是怎么操作的 打开设置 应用 然后 可选功能 里面有个叫可选功能 查看 搜索 这边 打个 应用完之后 有个可选功能 然后搜索 IE模式 或者下方有勾选 有 安装后重启就可以了 IE模式 这边打一个 勾完之后 然后点个下一步 在EDG中 启用 将费 巨逐 等这个安装完了之后 需要重启 点下重启 重启的时候 它也讲了 说这边要 在EDG底下 启用 它这个启用的话 其实是点开你的网页的时候 在右边 有一个选项 在右边 不是商店 就是像齿轮那样的选项 你点进去之后 然后用IE模式打开 可以尝试的试一下 休息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 我看要读一下